Méu 你好,Winzweck 怎么亲虎你好 我叫肥须 肥须就是不是真的名气 对就是逆充吧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我见到你刚才有一个作品产品 就是跟NORE-FACE合作的 这个是Nordface的优衣系列,他们在天猫开了一家新店,当时为了电器做了大概一百只作为礼品来送送的 就是已经卖完了? 对,也不算卖吧,你要在他们的店铺消费满多少钱,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只我和他们合作的这款作品 就是内地才可以找到,我相信 对,在淘宝的天猫旗舰店 现在卖完没有,还有或者是没有 他当时活动是这样,就是Nordface在天猫的一个旗舰店,然后开店,然后你在店里边购物满4800人民币 所以得钱一百名,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人偶,作为赠礼 不用再给钱 对 那么要很划算啊 对,其实这很划算 因为因为平常一个FIG 160,我觉得切记系列应该也有差不多一千,一千以上,或者两千 最少也得一千以上的购物 对,近期你有没有带这个限量版,哪一个BTS? 有,这一次也带了两款 哪两款? 这一次发售的就是这两款,然后一款人偶一款 一款唐椒,一款1.6 对 对 也是有北京的 对,这是专门为这一次做的一个设计 就是一个中国比较传统的一个服饰的 然后再加上现在就是怎么说呢 嗯,也比较偏现代审美的一个设计吧 对 就是一个中式的运动服饰 对 但是这个这次带给北京的朋友有多少个? 呃,人偶的话这一次其实是做预售 哦,预售 对,这一次人偶大概是300个 有没有其他机会可以卖打? 呃,这一次的发售模式就是现场预售 所以只能来到现场才可以预定 现在可以再来这个BTS预定? 对,现在可以来这边预定 但是这个唐椒就卖完了? 对 唐椒是,椒的这款只做了88个 所以然后第一天就已经没有了 那么快,当时卖几多钱? 呃,市的这款是人比980 980,我们卖了88个 对你来说蛮不蛮热的? 还行 我觉得展会的东西主要是 就是喜欢玩具的人大家聚在一起玩一下看一下 我觉得比较好 就是享受一下就行了 至于销售这一块我觉得就 大家都开心就行了 这次是不是你第一次第二次参加这个BTS SDS? 呃,从他们第一届我这边都有参加 对,所以第三次 第三次 你觉得这个SDS,BTS 现在是不是多了很多参展商 还有多了很多朋友去逛? 嗯,确实是 因为其实中国这边一直都缺一个这样的大型的专业的 针对性极强的玩具展 因为你像TTF啊,都已经十多年了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泡马特这边其实是做了一件挺好的事情 让这个飞食,还有厂商和粉丝们有一个聚会的时间 Prin Besson,你可不可以找出来 我介绍一下你另外一个1.6的概念 很特别 有一个是持织架的那一个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 这个持织架是什么概念 这个是 就是 中国这边有一个潮流媒体叫潮流先锋 嗯,然后今年是他们的十周年 所以为他们设计了一款这样的人物 嗯,然后十字架的意思 其实挺简单 一个是 有一点宗教的这种信仰的意思 就是 就是这些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潮流生活的一个 你知道就是那种信仰 就是 就是我就是 然后一个就是太空头盔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就是说 有一种那个 哪怕是在潮流的这一个 也是在一直在探索中 然后我们都秉持了这个理念 那么这个Figure可不可以帮他拿下来 然后去活动呢? 可以的,这都是可动的 现在只是一个展示效果而已 这个鞋子就是用人手做的是不是? 对,这个鞋子是我自己做的样板 对 现在这个还没发售? 还没有,应该就在近期吧 可能应该是在潮流先锋他们这边发售 潮流先锋 然后这个鞋子当时出货的时候 是不是用这个 你自己做或者是工厂做的? 出货的时候是工厂这边做的 但是是车线的 肯定是车线的 现在价格和数量都还没有定 因为现在 其实我们对这款还不是太满意 可能还有一些细节会再调整一下 好,那么现在旁边的那个车线 是不是你的新的尝试啊? 这个是 就中国这边有一款特别有名的手游 叫王者荣耀嘛 对,然后这边我们三方做了一个合作 Crossover 对对对 会不会有产品出售? 现在就还是在样板的阶段 发售这个事情也是 之后才会 之后决定了 需要商量以后才定 好,那么现在下面来一个 也是跟台湾那个13AT合作的 13,因为跟13日很久了 也是终于有机会 跟他一起出一款12寸的人偶 我见到你 关于这个figure 这个短片在微博 就是超过20万人看 这个是不是算很多呢? 那算了 已经很多了 就是在 个人设计师玩具来说 我觉得 还不错吧 还不错 因为你发售的数量就是很小了 是不是多少 对,但是限定是500支 对对,500个啊 也不太小 但是要500个客人卖 但是要20万人看 嗯,可能 怎么说呢 因为可能比较特别吧 因为现在市面上做12寸原创的人 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对对对 你看法是1.6的12圈的 史上就是 是不是有一点比较 现在没有那么业 但是在未来你觉得 你觉得会不会可以再做一点人去做日益这个产品 我觉得 就从我这边的角度来说 做这个东西还是更偏向于喜好一点吧 所以市场怎么变或者怎么变 我觉得 对我来说不会太重要 真的好 就是比较比较鉴定 我觉得不会说 这个东西不好卖了 我就不做了 或者说别的东西很好卖 我就不做这个去做别的了 嗯 那么真的好 挺好 因为也需要 需要坚持 我觉得不算坚持吧 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挺高兴的 那么你除了这个创作以外 什么另外有没有其他工作 要是你全去做这个Full Time 这个切记系 就是做这个 对 你觉得在内地去做 创作去做切记系 有没有困难 我觉得在哪都有困难吧 肯定是有困难的 如果是那么好做的话 就没什么意思了 嗯 创作这个东西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成就感 最后你有一件你自己喜欢的 然后你自己做的作品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还有这么多人 也跟你一样喜欢你的作品 我觉得这是创作最大的乐趣 这边这一款是我一个朋友的作品 我跟他也认识很久了 大概我自己的作品还没出来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 然后对 他今天也终于把自己的第一款原创作品 快要出来了 然后这款作品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摄像头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摄像头是真的有一个摄像头 这个手机不是开着前置摄像头 这个是连接着这款人物的头部 然后这个头部里边有一个摄像头 这样你可以连接到你的手机 就是这款人物最有趣的地方 那么这个发售没有 暂时还没有 现在还在样板阶段 对如果之后发售的话 会放出消息来的 好 谢谢你 希望你带麦 谢谢 谢谢 好